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。 尤其是以下几种人,关系再好,也不能请他们吃饭,记住了。 一、以借钱为目的的人,退休后,我们的经济和收入状况会有所改变,而且年龄渐长,我们也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我们的财物。 如果我们请这些人吃饭,他们可能会把这个机会当作再次向我们借钱的契机,给我们带来经济压力和精神忧虑。 有时候,即便不是很大数目的钱财,也会因为不能及时还钱或是太过频繁的借债,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干扰,甚至对我们经济的稳定性构成了一定的威胁。 他们会利用我们的人善和心软,向我们不停借钱,又用各种理由推脱、延期。 这样的人,不光给我们带来经济负担,还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 换句话说,他们就是以友谊为理由,道德绑架,我们非邦不可。 因此,我们应该慎重选择那些我们邀请吃饭的人,避免和那些经常向我们借钱,或者以借钱为目的的人联络。 二,不尊重他人意见的人,退休后,我们希望与朋友和家人共享愉快的时光,而不是被不礼貌的行为破坏心情。 如果我们请这些人吃饭,他们会在谈话中,经常打断我们,不尊重我们的意见,破坏我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。 虽然不会构成精神压力,却会让我们感到厌烦。 毕竟,谁都不愿意和不尊重别人的人相处,固执会生烦闷,烦闷会生疏远。 如果我们邀请那些经常打断别人发言,或者不尊重他人意见的人,那么我们的聚餐体验会变得非常不愉快。 这样的人,不仅会破坏我们的交流氛围,还可能伤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。 因此,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懂得尊重他人意见,善于倾听的人,作为我们的聚餐对象,以保证我们的相处能够愉快地进行。 三,经常抱怨的人,退休后,我们希望积极向前看,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,而不是被过去的不愉快经历或者抱怨所困扰。 如果我们请这些人吃饭,他们可能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带到餐桌上,影响我们的心情和用餐体验。 我们希望能够与亲朋好友享受轻松愉快的时光,而不是被负能量打扰到心情。 那些经常谈论过去不愉快经历或者抱怨生活的人,会给我们带来消极情绪,影响我们的心情。 诚实不说,势众智慧,可惜他们没有。 他们会不断地抱怨生活的不公平和困难,让我们感到疲惫和无力。 而且,过去已不可追,陷入过去无法自愈的人,是无法看到未来希望的人。 他们就像是陷入了恶性循环,在负面情绪中来回打转,不能前进。 我们无需抱怨生活的不公平,因为这世上除了时间和死亡,没有第三件公平的事。 我们能做的便是调整好心态,即便举步维艰,也要充满斗志。 因此,我们应该选择那些积极向上,乐观开朗的人,作为我们的聚餐对象,让生活多些希望的光。 四,喜欢搬弄是非的人,喜欢搬弄是非之人,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喜欢攀比,并且极度心超强。 这样的人,他们的心里是有缺陷的,他们永远都是见不得别人好。 一旦别人的日子过得比他们强,他们就会不断地在背后诋毁别人,发泄自己的愤怒。 如果我们邀请专门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赴艳,这样的人,他们很可能会将宴席弄得一团糟。 由于他们的心胸特别下碍,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一丁半点的包容心。 一旦他们对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不满意,他们就会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给身边人添堵。 夹枪带棒,阳凤阴围,全部都是他们擅长的拿手好戏。 宴席上一旦有了这样的人,朋友之间友好和谐的气氛就会当然无存。 喜欢搬弄是非的人,他们经常会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,经过添有嫁促之后,变成伤害他人的诽谤和攻击。 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但是如果遇到专门喜欢搬弄是非的人,我们还是远离为妙。 因为这样的人,他们将搬弄是非当成了乐趣,让人防不胜防。 他们就像是一根嚼屎棍,走到哪里就臭到哪里,将好好的一场宴席弄成了是非圈。 我们遇到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时,不仅不能请他们吃饭,还要在生活当中远离这些人。 我们要尽量避免和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说话,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曲解,会在别人那里散播对你不利的谣言。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,我们遭遇喜欢搬弄是非的人的时候,一定要远离。 五,喜欢吃白食的人,社会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,他们仗着自己的脸皮够厚,于是就总是舔着一张脸,到处混吃混喝。 这样的人极度自私,即使别人请他们吃饭,他们也不会感激那个请他吃饭的那个人。 他们只会认为自己有本事,所以才能够经常吃到白食。 这样的人,他们在宴席上的人品非常不好,他们不仅吃相难看,也不会顾及他人。 整个宴会的过程当中,他们都只顾着自己大吃大喝,一点都不注意形象,丝毫不会考虑主人的颜面。 当宴会结束的时候,他们还会将剩下的饭菜全部打包,贪婪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我们如果请这样的人吃饭,花钱是小,丢人是大。 那些不明真相的人,还以为我们和这样的人是同等档子,从而就会将我们看低,认为我们和吃白食的人一样,也是一个喜欢贪小便宜的人。 经常喜欢吃白食的人,我们一旦请他吃了一顿饭,如果下一次没有请他,他就会怀恨在心,认为我们之所以请了别人,却没有请他。 原因就是瞧不起他,故意给他难堪,这个时候,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作做仇人,并且伺机报复。 当我们遇到那些专门喜欢吃白食的人,我们一定要敬而远之。 那些专门喜欢吃白食的人,全部都是卑鄙自私的小人。 我们遇到小人的时候,最好的方式就是躲得远远的,以免给自己惹祸上身。 六,单身的异性朋友,人老了,就要有个长辈的样子,要给晚辈做好的榜样。 社会上总是有一些老年人,他们人老今未老,总是喜欢给自己制造一些风流运势,并且以此为乐。 这样的老年人,当他们面对单身的异性朋友时,就会非常热情地邀请异性朋友一起吃饭。 当异性朋友欣然赴约的时候,他们就会感到无比的荣耀,认为自己有魅力,异性朋友才会同意和自己一起吃饭。 虽然老人未必会有不好的想法,但毕竟人言可畏。 如果其他人经常看到老人请单身的异性朋友吃饭,他们就会误解老人,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于情人的范畴。 一旦这样的想法,在人们的意识里根深蒂固,如果再想要扭转人们脑海中的固有思维,那可是比登天还要难。 如果风言风语,让老伴和儿女们听到,老人就会白口莫辩,假的也变成了真的。 作为老年人,我们千万不要请单身的异性朋友吃饭,因为这样的行为容易给他人造成误会。 如果我们一定要请单身的异性朋友吃饭,那么就大大方方地请,带着老伴一起去,这样才不会让家人产生误会,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人到老年,我们要行得端,做得正,我们要给年轻人树立好的榜样。 千万不要做那种花了钱,还伤害了自己和家人的蠢势。 退休之后,我们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,不要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影响了自己的心情,伤害自己的身体,那才真的是得不偿失。 我们一生,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,也会错过很好,但不适合相处的人。 不光是缘分,还要看个人的选择。 人生在世,合拍的人越来越少,我们也渐渐失去甄别的兴趣,只留最初相处融洽的几个人相伴,珍贵异常。 关系的亲疏在于性格相惜,三观相合,但这不代表我们需要以最近的距离相处。 有时候,距离产生美的确非常有道理,为了避免矛盾,唯恐失去挚友,关系的湿度就显得尤为重要。 因此,和以上几种人相处,关系再好,也不要轻易吃饭,保持最和谐的距离,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